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Hermelny 袁隆平5月22日在湖南长沙过世 终年91岁 他过世当天 中共新华网英文版发布了一篇题为 《中国聚焦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91岁去世》的文章 文中有一段话写道 我在1949年之前 见过饿瓢倒在路上的心碎场景 袁隆平在回忆一个在中国 连吃到足够的东西都是严重问题的时代时说 这是使我投身于杂交水稻研究的主要原因 然而 新华网英文版的说法 于袁隆平在2007年5月22日中文版发表的一篇题为 大公志伟袁隆平 我是人民科学家的文章自相矛盾 当时袁隆平说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 他在湖南看到了饿瓢 才义无反顾地选择杂交水稻这项科研课题 还有多条证据显示 促使袁隆平全身心投入杂交水稻研究之路的主要原因 正是他在大跃进期间看见饿瓢的经历 2009年4月8日 广州日报在A19版全文刊载对袁隆平的专访 这篇题为《袁隆平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难度》的文章 他提及中共建政后 1959至1961年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是因虚报粮食生产问题导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 袁隆平在采访中举例说 你们年纪轻不知道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 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 把生态破坏了 1959年大干旱 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 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我看到路上有五个饿瓢 倒在田坎旁边 倒在桥下和路边 我亲眼看见啊 那很凄惨的 袁隆平2013年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也说 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 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 那真难受 我亲眼看到六个饿瓢 倒在田梗上 路旁边和桥底下 饿死几千万人啊 有网民转发了人民日报当年报道 找到母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图片说 元老一生最大的功绩 就是将水稻由母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降低到了一两千斤 并告诉大家 那些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1958年 毛泽东疯狂发起大跃进 鼓励全民大炼钢铁 同时放卫星 各地谎称粮食亩产万斤 导致在风调雨顺之下 1959年至1961年 爆发了三年大饥荒 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记实》一书《大饥荒》章节中说 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 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 《阳航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生 关于大饥荒的权威研究表明 从1958年到1962年 中国饿死3千6百万人 因饥饿出生率降低 少出生人数4千万人 两者共计7千6百万人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至5000万之间 中国这数千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 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发生在半年之内 荷兰学者冯克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写道 三年大饥荒中 饿死的人不少于4500万 杨继生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 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 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 三年大饥荒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 且没有战争、没有瘟疫 作者还深刻地指出 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 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革 杨继生进一步说 历史资料表明 在大饥荒期间 中共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其他国家 在中国大量民众饿死的同时 中共大量出口粮食 1959年比1957年出口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记录 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 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 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 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 这一年 饿死人最多 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但中共一直对它一手制造的这段历史惨剧 以三年自然灾害为由 把罪责推给老天爷 长期被中共欺骗的中国人 特别是年轻后代们 长期以来误以为三年自然灾害 是导致大饥荒的原因 多位学者们在揭开历史真相的同时 要求追责中共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